大家好我是马来莫 今天要说一个省钱男买房子却被告的故事 有一个很喜欢省钱的省钱男 在政府工作养成了省钱的习惯 有一天倒霉的房东女建议省钱男 把他们住着的房子买下来 因为自从省钱男搬进来后 就发生了许多不开心的事 有多不开心 啊我不是省钱男我怎么知道呢 总之就是三更半夜有人丢一些奇怪的东西进来 不是钞票就对了 这让房东女感到非常不爽 啊人家只是租房子而已啦 怎么丢一些奇怪的东西进来 讨厌 所以房东女决定把房子以280万卖给省钱男 省钱男因为怕不够钱 所以跟房东女说 如果一年后没有被炒鱿鱼 就把房子买下来 于是好心的房东女就告诉省钱男 看在你帮人民省钱的份上 就答应你以后用现在的市价把房子卖给你 结果省钱男虽然没有被炒鱿鱼 但还是不够钱 于是就签约给了定金 房东女答应再给他五年时间考虑 省钱男也会继续给租金房东女 过了两年 省钱男通过向银行贷款 终于签够钱买房子 这时有一个很喜欢拿国家的钱 变成别人的钱再捐款给自己的捐款男 因为怕自己被揭发收了42亿捐款 而被炒鱿鱼及吃咖喱饭 于是就先下手为强 想办法让他的死对头省钱男 被炒鱿鱼及吃咖喱饭 接着房东女被只通过省钱男 从政府手中获得很多好处 而省钱男则被只通过帮助房东女 而获得很便宜的房子 由于捐款男的人找不到有利的证据 于是就先把省钱男的罪名公告天下 让人们相信省钱男不是好人 可是人们还是不相信省钱男做坏事 于是捐款男的人就把省钱男抓起来 要他拿出100万的赎金 而不是是保释金财放人 这时平时做了很多好事的省钱男 只好向人们求助 因为他不但拿不出100万 就连支持他的火箭党拿出100万后 也要倒闭了 人们为了帮助火箭党 就一人捐10块钱 结果不到一天就筹获了超过100万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你不要问我那个收了42亿捐款的捐款男 为什么会没事也不用交消费税 那些买东西买贵50倍的政府官员不是贪污 可是买屋子还要跟银行借钱 还要给利息的省钱男就是贪污 还有那个没有亏本卖房子的房东女会犯法 这是马来西亚的文化啊 你懂吗 可可